欢迎收听coco早餐 七十九年历史 他以前就是做 一美大概所有的东西 我都吃过 一美东西很多 非常非常多 他最有名的是什么 我看他常常有人在 我最常吃的是 他的传统豆浆 他有传统豆浆 也是 就是非基因豆浆吗 不是不是 他有特别仿传统的方式做 是哦 那比很多 当然你不能用那个手做的 不能比手做的 可是在市面上贩卖的 桶装的 他大概味道 最接近市面上卖的 OK 一美 那他是我们这个 大学时代的时候呢 他在这个 火车大那附近 有一家消防队旁边 还有以前常常吃 他的双麒麟 十二块一个 对对对 但是他是我大学的时候 就十二块一个 很贵啊 很贵啊 当然我们都要存钱 才能买到的双麒麟 然后还专门做 我们的这个十六甲的车 从木炸 坐坐坐坐 坐到总站去买个双麒麟 嗯 这个男朋友可是贴心了 还买个双麒麟给我吃 我那个时候还在高雄 是吗 那因为我爸妈 如果每次 如果从高雄市买回来 哇 好高兴啊 好高兴 现在他十五块钱了啦 但是大家已经 习以为常 我们对面这些小朋友 都吃腻了 我每次想到 一美就想到 双麒麟 可是我觉得 买买味好浓哦 对 当年的双麒麟机器是 对对对 根本就很少 对对对 哎 你看我们的生活的回忆 竟然是一样 我们两个同代 透露出连宁 就 哈哈哈哈 但是我觉得 一美这次的危机管理 受伤哦 不只是受伤 我觉得昨天高智上 他明明面对媒体了 他去交接 那个什么连锁 连锁什么联盟的会长 那人家记者问他 竟然不答 也说今天不谈这个 这个还是要出来道歉 当然是高智上 高道歉了 因为日本 日本曾经有一个 很大的公司叫雪印 不止啊 他们北海道 那个什么 那个叫什么 你说那个巧克力啊 白色恋人 白色恋人巧克力 对 哎呦 大家吃着吓吓叫 最后他买过期的 哈哈哈哈 雪印他受到影响也很大 倒掉了 一美其实有这个问题 你知道 他要出来道歉了 这个要郑重道歉 他昨天还在那边 辩解半天 嗯 还说什么 过期了没没没读了 有这种诗啊 这种大公司 那是他自己的 大家都 这个这个 这个话是 本人讲的吗 他们的员工讲的 那这个 一开始 那这个高层要为员工 讲话道歉 我要呼吁高智商先生 你不止道歉 你要回馈社会 嗯 你要把钱捐出来 因为他们也有什么基金会 特别是高智商兄弟 嗯 他们比较支持民进党 据我知道 嗯 嗯 然后呢 真奇怪 这是 我的意思是 很多政治人物 搞不好收了他的政治现金 不敢骂他 哎呀 不会了 讲的好小声 这个是公益的事情 不正量刚才那一句不会的 讲的好小声 好小声 不会了 那个员工讲的又不是他本人讲的 可是他昨天 他也会觉得不妥 他昨天第一时间面对记者的时候 他没有道歉 我就觉得不对了 他今天应该正式开记者会道歉 可能要了解一下状况 那他昨天也应该说我们正在了解状况 他昨天什么都不讲 他公关没有你好 什么公关没有我好 是他心肠没有我好 我们进一转广告 8点14分09秒 马上回来 我是周宇寇 在现场是 国长亮亮 酷酷时间到了 酷酷早餐 全球快递购 全球快递购 亮亮与酷酷 哎呀 真好 有牙运 牙运 我们的国长亮教授 在我们的现场 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 好了 这个不要追杀 那个人了 那不过 他今天应该会有所表示 他如果没所表示的话 应该会 人家蛮敏感的 他敏感个鬼头 真是 伤人的 好吧 对便当这件事 您有何看法 对这个 剖便当 你一天到晚在网络上 我不能谅解的是 他接受电视采访的一段 你前面可能是白幕 好玩 那伤害到台湾的国际形象 可是电视去采访你 你还 睁着眼说瞎话 还说是哪里的便当 还说是真的 然后男朋友也帮他讲话 这一段我不能谅解 可是有很多人 你知道在上电视 至少也有很多人说 脸书上他看到了 什么是他朋友这样的 现在我至少听过好几个人 说是他朋友说的 不止上网的这些人 那这个力报 这个记者更薄 我现在就发现 脸书有很多都是传闻 对啊 力报这个记者 力报也 这个还是世心 我们的这个 有传统的 这个呃 呃 呈呈呈呈校长 他们这个呃 呈呈我先生 传下来的力报 这个记者更薄 哎 他还找一个人 假装是便当老板 店老板 要么他主管问他说 这事怎么回事 他说我听人家讲的 对不起 这个是刚才林家昌 传了一张照片给我 那他说 他还找了一个 他朋友办便当店老板 这个是不是想引起注意啊 张恩力报嘛 他小不点大的一个记者 现在已经被开除了 所以他就是想要拿头条吧 所以我说 现在小孩不能这样吗 那嗯 这个网路上的东西 你自己是学这个呃 政治或是那么久 我们网路上很多消息 其实是要厘清的 对不对 现在很多人动不动就说 网路上说的 见鬼了 网路上假的一堆 这个这个事情 事实上如果在脸书 这边传来传去 他大概转转贴的 有都是转来转去的吗 不不不不 主要是因为媒体跟进 那媒体那应该去查证吗 他不求证 对他不求证 莫名其妙 事实上菲律宾是看到 我们台湾媒体在封 才转载的 他不可能看我们的脸书了 我们的脸书 他那个文章转发 大概有1600 很可怕 转发1600 我看有几百万人看到了 真是莫名其妙了 真是 其实我第一时间就怀疑 这是假的 这个便当店 人家卖便当赚钱 管你哪里 而且卖便当里面 很多都非劳 排队一个小时 这是夸张吗 一个自助餐 需要排那么久吗 他是自助餐 对不对 好 这个事情 而且内政部反应又慢 到这个时候才反应 这个我们政府也警觉差了 对呀 我昨天就在火大一件事 你是一个礼拜了 你知道吗 Hoco 我跟你讲 昨天我们的海巡署 才公布我们的航海的位置 说那个地方是交叉海域 对 人家大陆5月10号就公布了 对 5月9号发生 大陆5月10号就公布 我觉得我们在调查过程当中 平良心说 因为我们很多的这个渔船 有的时候可能是越界的 像上次 对 可是那个资料 所以他们在调查的时候 就很谨慎 小心 今天才有VDR出来 你知道吗 其实我们船上是有录影带的 哎呦拜托 船5月12号凌晨就回来了 那你回来以后 你怎么会拖到 今天都22号了 你才告诉我 而且VDR都还没公布 而且菲律宾攻击 我们越界几天了 对 对不对 这个不太晓得 好像有点 所以我跟你刚刚讲 那个董小姐那个例子 一样嘛 就是内政部也没有警觉性 对 反应过 因为菲律宾登新闻也登很久 对 人家还操作运用了那么久 是啊 所以你就说了 你觉得菲律宾的宣传 做的比较好 是因为他们英文讲的6吗 不 我觉得他们做事比较有节奏 节奏鬼头 因为他那个总统府的那个发言人 就是鸡瓜的胡说八道的 比较胆子大一点 那个是因为你是insider 我现在是在讲说对国际 对国际啊 马尼拉是大国际城市啊 台北的国际性 我讲的是媒体住在马尼拉的国际性 我觉得我们台湾对外没有说好的 就是佩瑞兹那个事件 那佩瑞兹自己也装可怜啊 我都怀疑是他自己装可怜 装可怜成功了啊 对啊 问题在这里啊 对啊 国际社会会认为你不妥吗 那是我们自己前一天的最后通牒的问题 所以所有的责任都应该是外交部来负 你不觉得吗 对因为他三度求见都被拒见 那笨笨部长 对是李永乐等于是先功后继了 对 那这个国际不能接受 所以这个部长还留着吗 亲爱的马总统你为什么还要留着这个部长呢 丢丢脸 至少不会杜估 你不要这样两回事 你不要一起讲 我们就很难厘清理性 等一下我们再说 李永乐到现在还没下台 我也很意外 我就觉得很奇特 他的说法是什么前线打仗不能换将 那个将打得不好 你让那个将一直打不是死了一堆兵吗 而且我觉得外交部男人很多啊 不是 我觉得马总统就喜欢就被他周围的人给包围 你知道呀他就是觉得他很可怜 这样没面子 什么没面最后通牒搞成一个小时 被人家耍了团团转 然后那个白皙里将来还要回来了 有人说李永乐是小金的人 我不知道我没问 这个管他是谁的人 所以马英九不好看 他不可能是小金的人 他他是外交部职业出身的 他在欧盟做代表 他跟小金有什么关系 别往什么都往小金身上扯 小金这个金普聪那个人才没那么笨呢 金普聪要是知道最后通牒 你过了的只是因为 马总统跟他的外交团队错误判断 他外交团队有个国安会秘书长袁建生 那虽然我觉得他是还不错的外交官 可是这一次他绝对有问题 总统府秘书长杨靖天 外交部长出身 那天一点多开记者会 然后林永乐的 开到三点 林永乐的手机打到三颗电池都没了 显然总统府从头到尾都知道 总统府知道我问过他们说 因为林永乐告诉总统府 意思说说谭不成就算了 结果他一直被白希里骗 白希里就一直蒙他说 我们现在正在跟我们的总统府联系 你等一下再五分钟就有了 再三分钟就有了 被人家骗得团团转 那过了72小时干嘛不 这个就走了 对啊 要我跟男朋友绝交72小时 我都非常严谨的执行啊 所以我通别是多大的事啊 对啊 然后隔天又延长18个小时 莫名其妙嘛 当然隔天延长到6点 江一话就已经讲话 其实江一话对这件事情 他是有批评外交部 结果你总统还留着外交部部长 那江一话怎么做 对没错 因为我比较喜欢江院长 我觉得他很聪明 江一话是救了这个事啊 对他两次记者会对不对 是啊他救了这个事情 而且家院长讲话声音又 坑坑有力 音色又好 又基隆人 清楚了 主要是清楚了 主要是因为跟我做过同学了 又是你同学 耶鲁大学的 对不对 比哈佛大学好多了 他不错了 对啊 所以我就不懂啊 怎么隔了这么久了 还在护那个林永乐 气死我了 你去问吧 问也没办法 那都是你的好朋友 我不是好朋友 因为我们媒体没好朋友 没人把我当好朋友 你放心好了 我才没那么不要脸的 以为自己是 你下次马英九来接受 你专访 你再提这个问题 短期内他可能 好啦 这件事情 现在 当然他们外交 现在你看啊 其实美国 我们的这个 小金拿大使 是有功劳的 现在连参议院 也开始骂 那个菲律宾 那菲律宾的国会 也开始骂 如果都是友台人 沿线的成员 你也不要意外 不是 那你总有操作嘛 那今天的 苹果日报说 菲律宾舆论转向 我也不知道是 那个是个别评论人 评论人至少有真相 评论稿 评论稿 那菲律宾总统 也说要做 余权谈判 那个骗人 因为菲律宾 即使是有鱼权谈判 有协约 也不一定签得出来 也很难是 不是 也很难去 约束他们的官方海盗 因为他们就是官方海盗 我看护鱼才比较实际了 对 就放了军舰在那 对 然后把MCS300 不是军舰 要打个洞 那个海巡船 海巡船在前面 军船在后面 对了 就是我们以后的 海军的演习海域 要转到南海了 对啊 而且太平岛 这个要想办法 加强一下 这个军方的人上去 李玉方建议陆战队上去 我就陆战队了 那就征召你带个队上去 我跟你讲 我那个时候当兵了 我抽签了 那我以为 我是抽到南沙群岛 你知道吧 你是陆战队 你长这样 怎么去陆战队 什么我长这样 你长白白嫩嫩的 你少来 那个时候每天跑5000公尺 你会青蛙蹲那些吗 我海军陆战队 腰动腰营 腰动腰营 我那时候抽到腰动腰 我以为是天下 天下第一 在哪 那那个辅导长就跟我说 好像在南沙群岛 后来呢 后来在左营司令部 左营司令部离南沙群岛挺远的 很远了 南沙群岛事实上是 现在他不是有那个 现在是海巡署在那 有那义务逼务是逃走了吗 我那个时候还陆战队 还是陆战队 我那个时候 去那多好 你去第一个月很不错了 那你后来就发现 他每天一下就走完一圈 小小的 可是总要有所这个姿态 这个马总统 其实那个地方陆地上 手不是重点 是海军 我现在觉得要爱国 靠外交官实在是不行 外交官都是那个 我给你讲南海 南海绝对要军事外交 对 要加强助军 纯外交根本没用 而且在眼睛一闭的情况之下 陆战队就爬上了太平岛了 你知道太平岛离我们有多远吗 蛮远的 离菲律宾比较近吧 离越南比较近 对 然后越南在西沙已经都部署 部署好了 对啊 他随时要打你 所以 所以我跟你讲 我们跟菲律宾处理这一个危机 如果结果是很呼隆 那我觉得越南会下手 因为这个是连锁的 对 但是我问你啊 那为什么民进党时代 这个满春一号处理那个样子 然后民进党时代自己画一个 什么执法线啊 这个为什么 满春一号是没有强力去追的 对啊 这个我同意了 真的是因为院长交接吗 不是 事实上那个时候菲律宾还允许我们做联合调查 我觉得那个时候还有 那个时候因为在斗这个 那时候关系还没有那么糟糕 所有的议论其实在搞 那个时候 我跟你讲 前面是陈泽兰事件 对 那个时候所有的新闻都集中 因为那个是2006年1月嘛 对 然后赵建民是年底起诉 就是那个时候已经开始了 对已经开始了 所谓的红三居的前奏曲 不过 我觉得还有加上另外一个因素 那个时候菲律宾没有这次这么蛮横 那一次我们由内政部那边的主政秘书接待 他是真的有联合调查 我现在都怀疑当时有说谎 至少有征讯嫌犯 那那嫌犯也没也没回来 那个是没有来台湾出题 那个是后面 那为什么还有执法线呢 我们要进广告了 当时执法线也是民进党政府时代 花的对不对 钓鱼台也是 OK我们马上回来了 检讨一下民进党时代不爱国 欢迎收听 8点33分12秒 我们今天进行的是全球快递购 亮亮与Coco 好 太好了 真的好 谢谢你 我都觉得我变了18岁了 那现在谈谈嘛 就是我们正式的谈一下这个民进党时代 满村一号你的意思就是说有联合调查 可是最后因为我们双方 他拒绝了台东出庭了 对了 不了了之 不了了之是事实 可是为什么你们都只派了 陈塘山白溪里去的一趟之后 人家的葬礼 陈安老这个船长的葬礼的时候 只派了个科长给5万块 现在又要求政府代位求长 苏主席可不可以检讨一下 代位求长是蔡英文建议的 对啊 蔡英文当时是副院长 我知道他大概从7年前 那个不了了之得到教训 我觉得那民进党政府应该对满村一号 跟高志尚一样也应该道歉道歉 要不要道歉道歉 我是觉得该道歉 我其实这个马英九这次的强力 我是赞赏的 他只是说那个决策程序 有点反复 有点乱 就是最后通牒那个没做好 那至于那个强硬是 当然了 是空前的了 而且这样是必要的 不然不会有结果的 对菲律宾人本来就要这样子 好这件事情 不我跟你讲也因为那样 所以后来菲律宾才跟我们 开始做一些互动 那后来在就是那个诈骗集团 2011年那个事件 他还跟我们签了司法互助 可是你就是知道这个国家 他还把他送到大陆去了 因为受害人大部分是大陆人 那个是大陆的说法 因为受害人大部分在大陆 是骗大陆人 可是里面有台湾的嫌犯 可是就是说 这个他跟你签的司法互助 也没有在做了 就这个国家 如果你没有给他一点力 力量实力 他跟你签什么都没有用 对啊 他跟我们4月签司法互助 我们的人去他国乱呼咙 是 来骗人 是 然后等你拿出那个白皙里的 那个信了之后 他又说 现在又去了 然后他还要来跟我们验尸 验他鬼头 对可是我是觉得 现在还是给政府一点空间 我还是这样 我当然觉得应该 因为这个已经进入 外交跟军事阶段了 这是两回事 老百姓不断的抱怨 其实对事情帮助不大 我觉得马英九政府做的是不错 这个做错的是外交部啊 但是外交部不要以为 可以将功赎罪 你不觉得吗 你不要以为 林永乐那个事情 跟上面没有关系好不好 那就是弃局保帅啊 我这个我同意了 可是我的意思说 前面那个阶段的决策错误啊 跟马英九是脱不了关系的 是江一话介入之后 现在看起来比较明快 可是你不觉得后来江一话 就比较收敛吗 他就又不管这事了 因为这个东西 不能由行政院长从头搞吧 因为我跟你讲 因为有人是认为 八项制裁措施之后 如果要再加 这个其实效果 第三波不太好 效果不好 两国不能打到第三波了 而且坦白讲效果也有限 而且伤到台湾的 比伤到菲律宾还多 对 因为我们的这个家庭里面 需要飞牢的很多 今天有一则新闻 你知道有位老先生 他的这个帮助他 照顾他的是一位菲律宾人 这菲律宾的这个 这位看护 因为起码要回去了 这老先生好伤心哦 他说他要跳楼 他要跳海 因为他要这个 他很熟悉 其实台湾的台湾的外劳 飞劳还是比较好的 他们训练比较好 也不一定有的印尼也不错 数值比较好 这件事情还要拖 今天我们看到 剑报上说 艾奎诺三世已经说要 至少他们在语言上面 不像过去那么胡来了 对 那这个指标 双方大概都必须有一些 这个收敛 互相圆 圆到最后就白溪里回来了 我们的这个王乐生回去了 对 对不对 然后 那个要有指标系的突破 不然蛮久做不到这件事 赔偿逞凶 这两件事是连在一起的 赔偿一百万太少了 因为昨天白溪里上菲律宾的电视 讲的话太鬼扯了 说什么要 赔雷兹 说要赔这个一百万台币 太少了吧 这胡说八道 我还本来以为是真的叫赔偿金 他还是说是抚慰金 是抚慰金 那我们为什么报纸都翻成赔偿金呢 抚慰金不可能那么低 对啊 他是donation吗 还是donation吗 他现在不讲这个字了 有人说你知道吗 昨天我看到有一位评论家 他说 因为我们这个外海的渔船 他被菲律宾官方海盗给掳走 这个勒索钱 里面有我们台湾的商人 也参与其中一咖 然后呢 这些台商呢 现在想办法要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他在海上 现在是捕鱼忘记 他们想要乱捞 这种钱机会没有了 所以呢 就想办法 是要donation一点钱 给这个给菲律宾政府 就糊隆糊隆 摆平 否则他们没生意 那个我跟你讲 你觉得会这么邪恶吗 确实如此邪恶 就本来就有人 专门在当中介的 好恶心喔 在摆平这种事的 那把这种人救出来啊 不因为Coco我跟你讲啊 因为船是跟着鱼走 那因为鲍鱼游得很快 所以你很不小心就越界了 因为他速度很快嘛 那你就冲冲冲冲冲就越界了 那菲律宾也习惯 习惯抓肥羊嘛 对 我们现在还有八艘船 扣在菲律宾 那他会看哪一艘船 比如说这次广大兴 为什么会被钉上 因为他刚油漆 很新 看起来是新的 那满春意呢 事实上比广大兴还要大只 他就觉得这个有油水 所以我的判断是 一开始是想要扣了 他是想扣 后来他逃 他就好 他开枪 他想灭口 我的判断跟你一样 那现在就是说 这个广大兴号这个事情 要怎么样善了之外 其实接下来的 这个恐怕还是 我们的这个 所有的渔权的这种 就是我们的保护渔民 你看现在我们跟日本 已经签了 可是人家日本非常严谨的 在执行他的这个 日本本来就比较守法 那我们已经被罚了好几艘了 怎么你真的越界 他就照法来 对 一个渔船罚一百多万 蛮多的 昨天不是一艘已经罚了一百多万吗 对没有错 可是那个船长承认他越界 这没有办法 这没有办法 其实我们我觉得 我们的海巡署的强力护渔 可能要拖一阵子 就是因为我一季到六月底 所以未来这一两个月 我觉得海巡署要坚持到底 要变成习惯了 这本来就应该护渔是在 其实我是更建议要扣菲律宾的船 他现在船不敢出来 菲律宾船现在不太敢出来 他不可能一个月都不出来 对对对 这就是很多人的建议 就是说你一定要埋伏在那里 总有一天扣掉他一艘他的船 一定要扣他的渔船 然后他那个渔政船出来 那个MCS311 三三洞洞腰出来的时候 想办法也去找他点麻烦 不过那个就是战争行为了 没有啊 工户船跟工户船 找麻烦然后让他先开枪啊 哎呀拜托他又打不过你 不能训练吗 他打不过 他打不过你啦 不可能啦 他一定溜的啦 你说他就会溜走 一定溜走的啦 我是说菲律宾的渔船啊 我们要想办法扣几艘啦 不管怎样这件事情 发生了很多额外的事 而且就谈判来讲 我就是教谈判的 谈判一定要创造一个新的僵局 不然那个渔权协定谈不出来的 就一定要冲突嘛 妥协嘛 然后再谈判嘛 各扣了船啊 对 才必须要说 哎这个怎么处理 嗯 那这个就是渔权协定嘛 你刚刚讲的裴瑞兹哦 我觉得他回去接受的访问 其实也是因为他也没 他跟白西里都没做好 他们就在推卸责任嘛 当然 当然 这些外交官都这样子啊 那第一时间 我不晓得后来有 有没有追踪到 就是说我们有个 所谓高层参考版 我认为我们媒体应该查 高层参考版是谁写的 因为这个马英九被呼隆的 就是那高层参考版 我听说白西里带来的 第一个版本还不错 他带来的是第二个版本了 第一个版本是从传真传给 对 传真那个版本还不错 那个版本是谁写的 是我们代表出写的 还是对方写的 我高度怀疑是我们代表出写的 是王乐生写的 对 以我的经验显示 这个也不知道 为什么没有记者去查 因为否则你不叫高层参考版 因为高层参考版 是参考给我高层啊 也就是王乐生啊 或者是外交部的这些家伙 在这个菲律宾跟他们 白西里他们在那边 谈的时候 有没有这个 谈出来就对方讲讲 我就写下来 然后对方一定就说 你要怎样 你要讲 我就写下来 有没有 写写写 我知道 所以就传给 你知道高层参考版 这个话是谁说的 江仪话说的 那以后的 等到高层参考版来了之后 那他一定是王乐生嘛 这个菲律宾代表处啊 我们的大使写给总统府 对 然后这个不是非方签名的版本 那等于是他做了一个笔记 所以我要提醒总统府 跟行政院国安会 你们去查啊 是高层 不要被外交部呼隆了 以我跑外交多层的经验显示 否则正亮会叫高层参考版吗 那这个就是王乐生被呼隆了嘛 谁被呼隆 是马英九被呼隆吧 马英九当然被呼隆 我是说王乐生被白西里呼隆 人家口头答应你的 口头跟你呼隆的事 也有人说 他口头呼隆你是因为他想 白西里想回来进外交部嘛 所以为什么白西里可以被 被以理相待回外交部 对对对对 对不对 那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高层参考版是我们自己 自己被人家骗的 第二就是说 一个是自己骗自己 一个是人家骗你 不管怎样 这个版本是白西里 堂而皇之进入外交部 的一个门票 没错 那我请问你 你这个王乐生 第一线是怎么判断 外交部第二线是怎么判断 对 我讲的有没有道理 有道理 所以马英九总统 江一华院长 这个事情你要给我查清楚 所以江一华就责林永乐 林永乐要就责王乐生 对 那我们的这个立法院里面 我不要讲民进党了 国民党的立法院的国防外交委员会 在睡觉吗 烂透了那些国民党令委 8点44分马上回来 Coco早餐 好这个继续回到Coco早餐 这个全球快递狗 亮亮与Coco 好我们刚刚讲了菲律宾了 那现在还有一个国际性的议题 是那个 我们今天讲了好多题目 从义美 对 要郑重道歉 赔偿社会 回馈 要告知上出来 然后那个Po文的董小姐 对 已经道歉了 对 他这个当然要道歉 然后其他那些 他会被罚款 大概是那边一天当晚的 这个照着讲的这些人 特别是名嘴们 自己也出来摸摸两心吧 好几个 其实这个理论上都要罚 要罚吗 都是社为法 OK 社为秩序为复法 好 那还有这个 这都是骗子 骗子还挺多的 那这个菲律宾 那接下来呢 我们看看 最近金正恩 他发了好几个小飞蛋 没人理他 那就表示快要结束了 是吗 因为他是在东海 那为什么安倍要派一个人 他自己下台用的 他为什么安倍要偷偷派一个人去北韩 然后美国 那个就是要结束了 那个是安倍派的特使 对啊 对啊 那结果他有点不给他面子 那安倍的意思是什么 他要做一个 这个地方的一个 就是要ending 一个和平的 因为未来 事实上金正恩是改革开放派了 他会来搞这个飞弹危机啊 纯粹是巩固自己的政权用的 因为他太年轻了 挣不住嘛 共产党的政权 29岁28岁你挣得住 怎么可能呢 那这样子不了了之了 那对他 不是不了了之 现在就是他总要射嘛 金小胖终于射了 那这个 这老师太坏了 因为他本来就 这个 小心你被 这个网络的笑话 网络的笑话 你会被罚钱 是他讲的不是我讲的 网络笑话讲的嘛 就是有一个餐厅 有一个妹妹在聊天就说 这个小胖怎么还不射啊 这个是网络笑话 他发射非党好多次了 他已经承认了 他射了没错 不是短程的 对 所以事实上并不是如预期是射到日本海 或者是跨越日本领空 所以危机基本上解除 而且你看到昨天他也把大陆的渔船释放了 对对 大陆还警告他以后别干这种坏事 对对对 所以你从很多迹象看 我是觉得大人快要介入了了 大人就是美国吗 就是大陆 美国跟中国 因为大陆那个冻结 那个中国银行 他真的是 把他钱冻结是有效的 他真的是痛 所以你从北韩的这个事情 闹的这个飞机 这个国际这个事情看 最后的折冲 其实都要有一段时间是冷却下来 然后他要 双方哥有下台阶 他的那小胖有一个下台阶 就是说我还是有射啊 因为他威胁要射嘛 对他们民众是有交代的 对对对对 其实他的民众不会了解这个性质的不同嘛 也不需要了解 因为他民众没有想那么清楚了 因为他们国内不可能讨论军事嘛 所以他就是宣布说我已经射了 果然有那样 然后就接下来呢 那中国就对他 接下来的指标可能是 他的银额账户 不会那么快 我觉得指标应该是开城工业区 要不要恢复 对对对 指标可能是从这种地方开始 不过韩国人不是已经 这个损失很多已经撤出不少了吗 其实对北韩损失更大 他应该要恢复了 因为他没有外汇来源 对 那至少这个是一个方式 所以这是一个外交的 这个最新的冲突事件的一个case study 对我觉得从最近几个动作看得出来 已经快要结束了 那个signal已经出来了 那最后的判断的指标 就是开城工业区 是不是就大家这个迷迷糊糊当中 突然有一天就人都回去了 还有边境的交易恢复正常 就是所有的活动 对大陆跟朝鲜恢复正常 应该是如此 因为南韩也需要吗 其实大陆的中国银行解冻 他不会宣布了 对了 可是就突然之间你就发现 边境又开始恢复了 好这是指标来看 对对 那从这个指标来看 我们的对菲律宾事件呢 已经应该也是这样子 我相当悲观 这个倒过来倒过来 不是因为逞兄跟赔偿是同一件事 可是你看菲律宾为什么不让你看录影带 这个非常不寻常 因为他理亏嘛 那我们为什么不把我们的录影带放在YouTube上面呢 那个不一样啦 因为你的渔船造的跟他造的 我估计品质很差很远 我们的渔船造的是他跟我们开枪啊 那他的渔船他有没有我们撞他的痕迹啊 因为你的船那个时候是跟他是90度 对啊 所以你不一定会造到他开枪 我觉得我们的这个文宣 你如果造到他开枪啊 我们早就公布了啦 因为他是射到你的侧面嘛 对啊 那你怎么可能造到他的正面 我有一点不懂的是 我这个有点 我甚至怀疑他的到菲律宾的渔船的这个录影带在变造 你说是他们的 他为什么不敢公布 变造也可以查出来 所以有臭序 我不知道的是我们现在新闻局没有啦 那国际宣传谁管呢 外交部要自己处理啊 国际宣传外交部管吗 他有一些 他有一些人就纳入外交部 对啊 对啊 外交部宣传的很差呀 是啊 我同意啊 外交部犯了这么多错 我早就讲这个啦 我就说连那个发出事的地点 你都不在第一时间公布嘛 那是对台湾最有利的 老公都第一时间公布 是啊 就菲律宾明显违反国际法嘛 而且我觉得网路上这么通畅 他们为什么不这个 在网路上面 甚至于你可以发动某些比较软性的国际宣传嘛 不见得要外交部开记者会 那天李永乐还开个记者会呀 不过客客我跟你讲啊 你去看FB的英文啊 市场菲律宾的声音比我们大非常多 因为他们写英文的人多呀 而且他们英文是他的 不主要是他的英文人口比我们多 多太多了 多太多 我们英文人口比较少啊 然后外交部如果跟那个行政院的发言人士 什么不做的话就没有办法呀 对 这就是 所以马总统的这个团队哦 真的蛮烂的 我觉得这个 我我凭良心讲 我们从呢 中美断交开始啊 台美断交跑新闻到现在 一代不如一代到目前这个程度 连陈水扁时代都没这样子 这么长 国际宣传部分 非常糟糕 我们其实巴巴风灾了 其实我觉得他这次让那个 很会做公关做秀的 施亚平来搞都比较好 施亚平上次因为做了一个那个广告啊 那个跳那什么 奇马舞啊 被骂的办事 至少会比李永乐引起注意 可是哎 现在大家都皆生自保 这个远离一点啊 少了个部长 我就可以做部长了吧 你 外交单位的那个 那个 他们的这个 轻轻嘎 嘎轻嘎轻嘎 是不是更严重啊 大家也看他的笑话 看李永乐的笑话 而且现在 这个马云就敢用施亚平做部长吗 虽然他很想 我现在真的觉得 我们如果没有扣他一艘渔船啊 没有抽嘛 哦 没有抽嘛 所以现在海巡署还是要在外面去抓着 随时等待 而且不能不能宣布 不能不要事先宣布 那就埋伏嘛 就不要讲说我去 但就是 其实这就是张荣峰一开始的建议 你要创造筹码 就是埋伏在那里抓你一艘船 反正你越界我就把你抓回来拖回来 然后想办法再跟你交换人 或者是其他的事情 对不对 你没有筹码了 你看台湾现在有什么筹码 我不懂王静旺啊 什么他们那些家伙 这个这个总统的国安团队 都是外交出身的 我觉得美国不会帮台湾 当然不会 那美国是帮强有实力的人啊 我们现在还有一个中共老大哥 可以小小小靠一下 小靠嘛 小靠 不过大陆也还没有公布真正的制裁啦 对啊 小靠一下啊 对不对 因为你看到那个环球做这个呼吁 对啊 那香港就拒绝了 OK好 这个时间又到了 寇寇与亮亮时间 真是过得太快了 下礼拜三再见吧 亮亮哥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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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